总统拜登1月26日将概述他的种族平等议程 并采取一系列行政行动 根据报道 拜登预计将否定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 包括新冠大流行期间亚裔遭遇的歧视和偏见 三位顾问表示 过渡团队和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几周来 一直在准备针对亚太裔的行政行动 并与几个外部团体讨论了总统令的原则 拜登预计将要求司法部 协助更准确的收集数据 并报告针对亚裔的仇恨和骚扰事件 倡导组织亚裔推进正义报告称 大流行期间 美国共发生了2600多起自我报告的仇恨事件 从口头侮辱到包括用酸和刀攻击在内的身体暴力 预计拜登的行政命令还将指导卫生部等联邦机构 审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任何现有政策 指示或者政府网站中是否有中国病毒等筹外言论 一位外交部顾问表示 预计新命令还将要求卫生部展开与新冠相关的语言和文化指导培训 包括确保联邦政府提供的疫苗和健康信息以更多的语言提供 报道称 拜登还将下令成立一个警察执法委员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去年明尼苏达州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跪杀事件的回应 此外拜登还将要求改善监狱条件并授权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促进公平住房政策 拜登将于周二下午2点在白宫国宴厅发表讲话 副总统贺锦丽也将出席 在此之前白宫将举行简报会 国内政策顾问莱斯将与白宫新闻发言人一同出席 拜登周二上午在总统的官方推特账户上发推文说道 美国从未实现过人人平等的建国承诺 但是我们从未停止过努力 今天我将采取行动促进种族平等 推动我们更接近成为更完美联邦的目标